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香港時間就深夜 這節講美國 因為英國我就可能晚一點 英國我由Nia Farage訪問香港 到他主要見他的兒子 所以他的兒子是香港人 到英國的展示完那件事 我有個自己的看法 其實我自己寄了一些文件給Cabic Office 對付Extreme Rights和Extreme Islam 是應該採取一個德國的方法 我在德國的生活經驗 告訴我德國這個方法是OK的 我直播現時仍然留在會員板 今晚晚上英國時間到10點 連費局10英鎊 或者105元價值 或者115元好錢 好了 言歸正傳 賀錦毅就決定了他的副總統候選人 為什麼副總統候選人很受重視 就是因為他找誰做副總統的拍檔 很影響 很規探到賀錦毅的對話政策 這個我相信很多中文傳媒故意不報 但是一看這個名字 更開美國的東西就知道 Tim Ross Tim Ross就不用這樣 一定是對話強硬 因為他在中國教書的時候 剛剛說是1989年民主運動期間 他也一直有參與有關 一個1989年北京大屠殺的活動 所以 你對一個這樣的背景的人 你很難叫 他還要懂中文的OK 他是懂港中文的 你很難當他是一些對華為軟弱的人 沒什麼可能的OK 就是 就是 這個Tim Ross 這個 美國之音是2010年報過他的 2010年OK 因為他曾經之前是 他做州長之前是名利蘇澤州的眾議員來的 他當時已經在 中國和美國最好關係的時候 OK 他 5月29日 2010年5月29日 他在黨領袖記錄4的記者會 他竟然 怎樣呢 說 他在中國廣東佛山教說 佛山 佛山已經很肯定在香港 OK 那時候 6月4日 他看了那些新聞 他沒有辦法想像的事情發生了 這是我根據美國之音的疑問 當時我們要做了決定 很多同行決定回美國不去中國 而我覺得 在任何時候都應該去中國 我們需要講述這件事 讓中國人民知道 我們和他們在一起 看了民主的神相被豎起的 一種神奇的感覺 他具有強大力量 我當然感覺很榮幸的 在中國工作 看了中國人民的精神 為他們國家感到自豪 但是也同時認識到自由 應該發揚光大 OK 他在1989年的時候 剛剛大學畢業 通過哈佛大學和政府合作 在一個教育學門 1989年到1990年 起中國一間高中教書 他回到中國之後 先後就回去搞高中 2007年就以民主黨人身份 成為這個 明義蘇達第一選區的 國會眾議員 OK 他之前是國會及行政 當國中國委員會的成員 OK 他是關注中國人權和民主 OK 想想想 你想想 2014年 整個美國 有一堆政棍 窩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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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窩 奧巴馬 做事舉期不定的年代 他是 國會及行政當國 中國委員會的成員 我也知道 這個委員會的人 一般都是對華強硬 我包錯的 不單是認識中國,而且對話是強硬的 所以這樣以來,通常坐過這位委員會的人 對中國都沒有什麼話 還要在佛山教過書 我想他應該隨時都會認識香港語 雖然佛山講香港語的人已經沒有那麼多 你知道現在是香港語,主要是香港人用 你也可以看到賀錦毅 我不知道是賀錦毅選擇還是民主黨那些大學 但是我相信賀錦毅也是同意的 賀錦毅的名字不是別人幫他翻譯的 是他自己翻譯的 有些人都會懷疑賀錦毅是親中的 你可以看到整個Democrat的對話政策是強硬的 就是川普找一個對中國不客氣的人 坐在那裡 他們Democrat也會同樣找一個對中國不客氣的人 坐在副總統的位置 還有這個人是會懂中文的 就是你要說有關中國的東西 要騙他很困難的 因為他懂得看中文 他的判斷力氣是不同的 如果懂得看中文 變成很親華的那些 要不就賣了屁股 要不就是他本身對中國太多幻想 但是如果是正常的那式中文 對中國強硬的那些 就是他知道發生的事情 而他很明顯是那批人 就是2014年那個年代 十年前跟你說到六四的時候 這些美國之音很容易找到這些材料 很容易一找就找到 所以你想一下 你如果之前很多大外宣還要幻想 賀錦會會找到一個對中國朋友的人 很明顯不是 我想之前在Twitter不斷地捧賀錦會 或者在TikTok 這次我覺得中國就怎麼說 表錯十日程 不是表錯七日程 就是表錯十日程 整個錯了 你根本不知道 現在整個美國反華是主動 這個才是最重要的 整個美國來說 哪個政客說 親中也好 只有誰比誰更強硬 而不是誰比誰更軟弱 任何人行軟弱 或者綏靖政策 都會死的 OK 所以這個就糟了 所以如果你說對華政策 那個辯論 當然我覺得 短期內不會有總統電視辯論的 我覺得 但是如果再有任何總統電視辯論 或者副總統電視辯論 中國政策會很精彩 就是雙方怎麼去 用什麼接觸 怎樣去動 因為 現在整個對美國來說 中國已經變成了主要敵人 OK 就 就 就有一件事情 就是 有一件事情很清楚 對華強硬已經是主要的 其實 為什麼對華強硬沒有一些主要呢 第一 對華強硬不涉及任何 宗教理念的分歧 OK 因為你知道中國有迫害基督教的 對不對 又迫害 Respion 和Gate 我想對 你不同 俄斯 OK 有些人會覺得 普京那個 很強硬的東正教立場 他們是最適合的 對某些右教 你不會有這種分歧 你不會有這種分歧 因為有些 左膠就一路死撐巴勒斯坦 其實巴勒斯坦的巴勒就不需要幫 我說明才不需要幫 我小時候以前都會跟巴勒斯坦 我後來長大了 我就完全不同 完全不同 他們 第一 之前是若旦的表現 你會知道 為什麼中東國家 沒有什麼國家想幫巴勒斯坦 就是巴勒斯坦人 學會怎樣去尊重別人的國家主權 無論如何 你想想在這個層面 但是中國就沒有這個問題 中國兩邊都得罪了 OK 你得罪一些 當然有些好像 梁美芬那些 當然那些是假的 真的 不喜歡中國的 中國是怎樣 消失字架 拆教堂 這些東西 這些新聞 懂得看的 香港那些 真的是假基督教人 事 可恕我直言 但是 對美國真的 虔誠信基督教人 習近平是得罪他的 OK 但是另一方面 就是 你對於LT LGBT 那些 你一般來說 其實左翼 就不會迫害他們 但是習近平也很喜歡 迫害他們 好嗎 那你兩邊都得罪 有什麼好看 你兩邊都不喜歡 一來一來 二來就是 你中國的 你威脅你 由雜事肺炎 到 武漢戰爭 你兩邊 也是兩邊得罪 喂 如果不是 你中國搞到雜事肺炎 那些人會怎樣 有空 戴口罩 去打疫苗 很過癮嗎 然後 你說 如果你沒有 你也不會搞到今天經濟 今天的經濟結合OK 你跟著 你 你 沒有中國在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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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覺得會有好戰爭 所以他兩邊得罪中國 所以你現在 親中 是國家豪署 OK 親中一定是國家豪署 不用這樣 所以今次你民主黨裡面那些 親華派那些友仔 全部都 都 都 完全沒有 沒有 就是這個原因 就是 他找了一個就是 明尼蘇達州的州長 是一個 適中 找了一個 找了一個 州長 當然 也都 因為其實 對 Tim Wars 來說 他 都 他 其實他做州長 因為你知道州長 不可以 你知道州長有一個任期限制 OK 其實他在2019年 我們擔任 他再上一層樓都 差不多了 其實 他在2019年做州長 你都五年 你都五年多 OK 你想想 你州長 其實一般來說是八年 OK 八年左右 你 你現在是2019年 OK 2019年 然後 2023年第一個任期 第一個任期 那麼他現在就 2024年完 那麼他就第二個任期 他第二個任期 中間 那麼對他來說 第二個任期 中間的話 應該要考他 要 要考他再上一層樓 如果他再上一層樓 就 有 有些吵架 OK 所以 你難道 你再回去做 你難道 你做得 你難道回去做 Senator 其實 對他來說 副總統 考他做副總統 也是很合理的 OK 你 賀錦毅 我不知道賀錦毅 會做一任還是兩任 OK 但是至少他一任都好 如果你賀錦毅 做兩任都好 你都 有機會可能 嘗試總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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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沒有什麼所謂 因為 對他來說 政治生涯來說 已經是最高的 這個就很狠狠 所以這個 這個決定是很合理的 OK 現在就 看到一件事情 針對中國 兩黨都一定是 不會有什麼分歧的 OK 怎樣解決 俄互戰爭 雙方會有分歧的 OK 雖然我覺得 特朗普的方法 可能是給一些很正確的 軍事上的助手 就是正確的 拜登 總之 普京的 聽習近平說 就 找大陸武器 怎樣 提供大陸武器 打槽 這樣就算了 這個很特朗普 或者他直接被烏克蘭入北約 然後叫你歐洲那些人 有藉口去幫他 你自己搞定 你自己搞定 我很討厭 如果你說 Democrat 就應該照現在的方法 一直升級 其實都差不多 打殘了 現在 很 他 傅斯克的頭 已經去到不設防狀態 但是 雙方有分歧的 很明顯 跟著你說 以色列 那更加有分歧 以色列更加明顯 Donald Trump 就一定是 完全站在 Benzel and Daddy Aho那邊 但是 你民主黨 就一定會有保留 這個不用 你都不會是一致的 雙方 但是 如果你說 現在這一刻 OK 現在這一刻 你說 對話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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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知道是硬是硬 OK 差在 方向甚至都一樣 好像 Donald Trump 當初要動 TikTok Biden 也要動 TikTok 現在 Donald Trump 會用TikTok 問題 我相信一件事情 當 Trump 上台之後 他會對回TikTok 他沒有什麼分別 因為其實 可能的分別就是 Biden 立心要TikTok 死 OK Donald Trump 就要他 不埋貼桌 但是其實你看到 大家都做的事情 做法一樣 可能只不過是時間表問題 甚至可能 大家會出現一個結果 就是大家硬 硬 硬 你提的硬 我做得更硬 OK 基本上就是 在Donald Trump 當第一個任期的 對話政策做基礎 然後就是 大家 鬥硬 你想一下 現在 拜登 在 在 TikTok 以致在 關稅立場 其實他都是 他正在執行 Donald Trump 第一個任期的事情 沒有分別的 其實 你要90日裡面 賣給 賣給 就是怎樣 拜登要放棄 TikTok控制 其實 一樣的 只不過就是怎樣 Donald Trump 就沒有壓法的 OK Donald Trump 不如這樣 我做Middleman 我介紹一間公司 我和你買了 美國政府收回佣金 就是 大家有錢 順便賺錢 我當做Billmaker 但是很明顯 自己跳動 根本就不是錢 說真的 做IT的 輸我職員 如果你自己跳動 OK 我是真是一個 serious的商人 我知道美國政府 對我的ownership 這麼不友善的 喂 我一定借機 怎麼說 退出了它 OK 我找過美國買家 或者美國 基金的財團 我一份 我忘記IPL 還是什麼都好 總之我有辦法退出 我連中國一起退出 都可以 但是好 在商延商 就是錢 這些事情 就是為什麼 那些人會覺得 TikTok 是一個 因為基於政治目的 而繼續在這裡 正常來說 TikTok應該退出 OK 即是中國應該退出 應該賣了 然後就怎樣 會租一塊很大的錢 全部都得到美金 以中國現在的經濟狀況 喂 有一大塊美金退出 你不用 你個個都是 正常的 個個都是 但是現在習近平堅持不用 就是他不是不懂經濟 習近平的目的不是經濟 習近平是為了偷贏 這些是不同的 是另一種感化 完全是另一件事 所以你說 這個對華政策 這件事上面 只有眼碰眼 不用看 只有眼碰眼 這件事是事實 你不想眼到就不行 你一定可以 對華政策 說還差在 差在怎麼搞的 差在怎麼搞的 而我 這樣看 你現在是方法問題 你說對華政策 其實只會是方法問題 就是你預期一件事都可以 我不管總統選舉結果都好 OK 對華強硬是必然有的 一定是對爆你的 差在他 可能是韓錦藝政府 因為副總統本身有中國教書的經驗 本身有中文底 可能是他會有同事 多一些表面上對中國人民的同情 例如在八九六四的問題上 做多一些文章 會否重用盲民人士 我相信他會和盲民人士聯繫 然後如果你說 Donald Trump 全面和你硬碰眼 甚至現在 他的拍檔 就完全對爆你為止 或者譬如在 IT 方面 他就完全對爆你 因為Donald Trump 的拍檔是認識 IT 的 Donald Trump 說 要叫別人不要用 Google 我覺得這一點 他的 Related Search 那個部分 就是為什麼你打 Donald President Donald 變成 Donald 而沒有 Donald Trump 這個擺明是有人搞他的 就是大家問 為什麼 Donald Trump 這麼憤怒 當然是憤怒的 這個有人搞他的 這個 為什麼黃世澤一定會和亞社交 在一起呢 接著我找到 就是除了劉政在聯登做的壞事之外 是有人弄機弄出來的 我們只有租伺服器做的 你哪個這麼有空 只有租伺服器 當然那些伺服器被我堆毀了 喂 這些東西 你Google 應該是 你要看回那些 就是 Related Search 那些東西 你應該是看回 你見到不妥的 應該要介入的 那個是你Google 可以介入 Google 不做事 Donald Trump 他這個粉奧 我明白的 大哥 因為我也是受害者 我試過的 你剛才想一下 劉政這些垃圾 可以做什麼 只是劉政 鄭京漢這些 垃圾 你做些事情 他就不知道什麼事 Trump 生氣是應份的 OK 合理的 你Google 是沒有任何機制 處理這個問題的 這個就是個問題 即是如果你Google 有一個機制去處理這些問題 你猜 Donald Trump 會這麼火鍋 我沒有想到 Donald Trump 這麼粉奧 我當然是有他的理由 他的理由很簡單 就是 支持這些東西 你Google 應該可以解決 我沒有解決 我相信之後就是方法問題 我相信 Donald Trump 會更多 穿在 IT 公司 其實我也同意 當然我覺得 Donald Trump 就不要放過 Eon Musk OK Eon Musk 我覺得 他現在支持 Donald Trump 就不是他誠心支持 Donald Trump 是因為他覺得 他支持 Donald Trump 之後 Donald Trump 會保佑 某程度上 會保得住 他電動車的生意 是Space的生意 OK 這是第一 第二 可能日後 對Twitter 留守一點 始終他現在是Twitter的老闆 但是 Donald Trump 就最喜歡Twitter 但我認為他有一個看法 Donald Trump 上了任 他對 IT 公司 會有自己的看法 這個 IT 公司一定是招責 因為他怎麼會經常說 要求 Zuckerberg Donald Trump 的憤怒 其實跟我們這些 網民的憤怒是一樣的 基本上是一致的 基本上 甚至做 IT 行的人 是一致的 其實沒有分別的 OK 他懂的東西 Donald Trump 懂的東西 民主黨 可能是抄的東西 Democrat 可以抄的東西 OK 或者是 可能他用的方法是怎樣 去整爆共產黨 他會更多 因為其實 Donald Trump 沒有什麼意思 去整爆共產黨 OK 他只是在共產黨 每天都入侵 OK 但是共產黨爆不爆 就是 This is matter of Chinese people OK 但是我想 Tim Watts 未必這樣 Tim Watts 可能是會 整爆共產黨 OK 當然整爆共產黨 這個 approach 是對不少人的期望 但是整爆了共產黨 是什麼 如何收拾殘局 這個是要討論的 因為我也是說 一句 真的 變成怪獸 死掉就沒有辦 那個狀況 就是 你可能 你整爆不了共產黨 你整爆不了共產黨 之後 然後 What is the next 這個是一個問題 OK 但是 這個 這個是完美的 總之 我的看法 就很簡單 總之 你 你說 你 你 你 現在 我就這樣看 美國對華政策 那個 那個 然後 就 我想 香港 從何時 對英國的 我最後 我會今晚說 香港政府沒有這個資格 而且 英國不是真的去到這麼緣 什麼叫做緣 什麼叫做大革命 我覺得香港政府 很想抽水 叫人不要去英國 我覺得 李家超和特命 都是一些賤人 甚至葉劉淑儀 也來 我覺得 全世界應該是 加緊制裁這些 這些人渣 會比較好一點 就是 我也是 希望過了今年這個選舉之後 全世界各個 就是 共產黨 不知道 但是這些人渣 是要清理的 OK 就是 沒有人是鄧炳強 沒有人是李家超 沒有人是習近平 沒有人 過去幾年 這個世界 被這些人渣 玩得太久了 都OK 就是 但是 當然你要 現在的政界人士 都不夠 也是一個問題 變成被俄司 跟中國 那群人搞 但是 我相信英國的部門 是跟中國有關的 跟俄司有關的 所以你說 現在是這麼說 什麼英國好聯的那群 特別熱狗 有關 那些所謂的 留英的KOL 我覺得 應該 英國政府 如果真的要搞 MISINFORMATION LAW 應該看一看 這群人 如果有部分人 拿BNO VISA 或者BC 都應該說 應該刺奪他們的英國國籍 OK 你幫中國做事 我也是說 如果葉建豪這種人 你拿著英國護照 去搞英國的話 我覺得 英國政府收拔去 木截天公地道 坦白說 或者好像周庸這些 或者好像李屈永年的 兒子 他還說 在英國做什麼 回北京讀書 是不是 不好嗎 OK 那好吧 我就說到這裡 今晚會員版 應該是晚上10點